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有时候能够留给申请人回复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总体来说都需要认真对待 根据我们的感觉 就是现在485的申请 一方面拖的时间比原来要长 移民局往往要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够处理完毕 另一方面算是要求更严格 和政治局势等等都有关 相应的发这种RFE要补充材料通知也就更多 那么一般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有的是程序性的 比如说要申请人补充体检的证明 你有时候不一定要邮寄回去 你到面谈的时候把新的体检带上就行了 关于体检的有效期等等 可以参见我们另外的视频 有的时候是申请人换了工作 或者移民局想知道申请人有没有换工作 然后要申请人补交一个J表 来自雇主或者新雇主的说明 有的申请人说我是EBYA 或者NIW类别 其实不应该叫J表的 移民局一定要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回复的时候可以双管齐下 你一方面可以考虑 如果有可能的话 雇主配合的话 可以提交这么一个J表 另外呢 在回复的时候还可以写到 根据移民局的规定 官网上的说明 我这种情况是不需要J表的 双管齐下回复呢 就有更大的把握 还有的RFE呢 是核对申请人的工作情况 你是否还在这里工作呀 是否还在本领域呀 你是否还做的工作 和你的专业相关呀 工资水平 是否达到了申请时候提到的要求 雇主是否具备付你这个工资的能力 对于亲属移民来说呢 有的时候需要证明 你要提交更多的材料 证明这个亲属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 或者资助者的财力证明 还有呢 有的时候是个人背景方面的这个情况 有的是因为党员身份的问题 这个呢 我们有另外的视频讲到了 大家可以参考 总体来说这一点吧 我们认为呢 还是需要重视 statement 不能随便写 那有的申请人呢 简单的就写到说 因为我的学义成绩很好 后来呢 我就入党了 这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写到自己的customize 符合自身情况而不仅仅是一个模板的这么一个说明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关于申请人保持合法身份 历史 然后呢 还有身份转换和出入境的历史 像我们其他视频讲过 现在因为有这个绿卡排期的问题 所以呢 对一位申请人来说 从开始来到美国 比如说探亲旅游或者留学或者来工作 然后呢 在美国学习生活 然后毕业以后啊 工作 拿这个签证 然后到申请绿卡 再到拿到绿卡 那需要的时间呢 比以前要多 那么尤其是呢 在申请绿卡期间 在排期期间 如果呢 排期还没有到 你还没有提交485 那么呢 还是需要继续的保持合法签证身份 这一点呢 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失去了身份 比如说工作啊 突然没有了 或者是科研的经费 funding啊 突然失去了 那怎么办呢 对于H1B签证身份的人来说呢 可以有两个月的 grace period的这个时间 在这里头呢 可以找工作 可以安排新的工作和签证身份 此前呢 说是正式的规定只有10天 现在有两个月 应该会好一些 那如果超过两个月呢 说这个超过两个月了 正式的工作还没有落实 但是有希望了 应该怎么办呢 即使新的offer和你终止上一个工作 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还是可以提交新的H1B的申请 让移民局来决定 说批准了你的申请以后 是否需要离境去签证 怎么看呢 很简单 你的申请如果批准了 看这个批准书右下角 有没有新的I94 如果有 你就可以不用出境 就算是在境内 转换身份 成功了 如果你的批准书右下角 没有这个I94呢 那么就也会在批准 这个同一个批准书 notice里面提到 要求你出境完成签证的手续 这个一般来说也是顺利的 不难的 如果是学生OPT结束以后 同样也有60天的grace period 如果是对于J1的访问学者 也有30天 但是如果是OPT期间 有好几个月没有工作 而造成的OPT失效 那么这样情况下 就没有grace period 那么这里我们要讲到一点 就是说大家知道 有一些所谓叫OPT挂靠 过去还有H1B挂靠的 但是现在可能比较少了 因为查得严 有一些地方说 我给你提供OPT的机会 像这样 这个我们一般不建议 就是说大家知道 首先可能不值得 另外移民局有时候 也有钓鱼执法 我们听说过 有一些学校实际上是假造的 是美国政府的钓鱼执法行为 如果临时面临签证的身份问题 那你可以考虑申请B签证 Rap up你在美国的事情 或者也可以申请新的学校 新的学习项目 曾经看到过有些例子 就有的申请人 他自己的签证 不管是130、140 还是别的类别 实际上批准了 那么按照移民法规定 本来这个人接下来 就可以完成S85 拿到绿卡 但是因为此前签证身份 有空当 有别的问题 所以造成绿卡不能顺利批准 很可惜 往往是因为过去的身份记录出了问题 所以大家平常 虽然生活工作 在美国比较忙 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份问题 包括你的材料保存问题 不能说我搬了几回家 我过去转身份 所有材料都丢掉了 那这个不好 现在电子版的材料很容易保存的 是吧 另外呢 有的时候不能随便做出决定 可能会影响到你和你的家人 所以呢 在这个做出决定以前 你要么搜索相关的信息 考虑好 然后了解所有的相关的后果 另外呢 或者你也可以联系律师来做出这个咨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一个是移民局上诉办公室公布的一个对于印度申请人的情况 另外在生活中呢 我也听说过有的中国申请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家主申请人说我提交了绿卡申请 然后呢 绿卡批准了 很好 然后他的配偶和孩子呢 要么是后来才提交的申请 比如原来在美国境外 说哎呀 我还要工作呀 上学呀 或者一时来不了啊 我过几年 然后再交这个申请 或者呢 有的申请当时交了 但是呢 移民局处理的慢 后来呢 又排期倒退了 那么拖了好几年 那么拖到什么程度呢 主申请人拿了绿卡以后 已经可以加入美国籍了 主申请人往往会想到 哎呀 我加入美国籍了 我的话语权又提高了 然后我对我找工作 事业发展 也有更多的好处 所以呢 他就加入美国籍 失去了绿卡身份 那么这样呢 就给他的副申请人 配偶和孩子 造成了问题 因为他这个 副申请人的申请呢 是基于主申请人的 485调整身份 如果主申请人 先拿到绿卡 没有问题 但是主申请人 拿到绿卡以后 又加入美国籍了 那他的 比如说他的孩子 还在判定的 这个485 那么就失去了基础 失去了这个basis 那这485呢 相应的也就会被拒了 这个听起来不很合理 但是呢 按照移民局的要求 就是这样的 这个有公布的案例 当然了 像这种情况嘛 主申请人拿到了美国籍 还可以继续通过亲属移民 给孩子来申请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美国公民 比如如果申请成年子女 经过了这好几年 那么原来是未成年的 这子女到这个时候 可能也超过21岁了 成为成年子女了 那么又要等好几年的时间 四五年或者更久 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呢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根据这个日常想的 所谓常识做出的决定 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在美国 比如说涉及到 这种签证身份 这方面呢 那需要 经过仔细考虑 然后呢 做出决定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绿卡的艾斯85申请 收到RFE 应该怎么办 各种各样的RFE 都有可能有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感谢观看